就是宾州有8个摇摆康体 包括费城在内非常关键的 就是争夺非常激烈的 在今天一早呢 本来是共和党这边 不是劳拉川普他也部署了 很多这个就是选举观察员 其实就是监督选票投票的 一大批的这8个康体 全部都拒绝他们进入到选举现场去 进去投票 但是呢这一次呢 他们共和党的迅速 反应非常迅速 马上就提交这个法律的这个就是 争议就要去做一个裁决 现在这8个康体的 这些就是共和党的民观察员 现在被允许可以进入到 就是这个投票的现场去 他说在纽约或任何其他州投票 如果不需看选民身份 那如何知道投票合法 不看身份就无法对选民合法性做认证 你们宣讲美国宪法 自己也在纽约投票 必须把这一问题弄清楚讲给观众 这次选举其实不是这次选举 历来选举都是一个尖锐问题 到这一次已经尖锐到 已经没法再尖锐了 原因是为什么呢 不需看的原因就是因为 执政的那一边或者掌握选举 这个叫做州务卿或者选举办公室的这一边 他就坚持不看 OK 那坚持不看的原因 他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原因是不要压制选民 有些选民很穷 他没有身份证 所以你要看身份证的话 会压制他们的投票意愿 这叫做叫做Disfranchise选民 当然这个理论你听下去你会觉得有道理吗 一向选民身份证要多少钱 所以呢 那另外一面呢就是看法就是说 你不是摆着嘛 来投票的人都不 我都不知道你是谁 你是张三还是李四 这就是马斯克的观点 马斯克说只有一个理由解释 就是要做选举 所以在共和党这边他们是把他们认为说 现在已经可能会视为摇摆州的五个南州 再说一遍 一个新墨西哥 一个呢 这个弗吉尼亚 新罕布什尔 明尼苏打 还有就是刚才这朋友提到的新泽西州 新泽西州的确是有可能会翻红的 因为新泽西州呢 至少在我在昨天晚上 节日之前 新泽西州的提前投票的结果显示 居然是共和党领先 所以我们就不知道在今天这个大选投票日 是吧 最后出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说实话 这五个州 任何一个州如果说被翻红 其实新罕布什尔和这个弗吉尼亚 如果翻红 我觉得还一点不意外 因为这两个州 在一周前 各种民调和他的这个 这个节日投票数据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显示非常接近了 就已经在 就是有这种舆论出来 说这两个州可能会翻红 但是我想尤其是明尼苏打和这个 新泽西州 这属于深南州啊 这两个州 任何一个州要是要翻红 我觉得那个可能就是地震纪的 这里特别提到 就是宾州在这个城市投票率 就是城市的这种居民 他们下降了 是差不多接近40万38万 所以你就看到 就是恰恰在这个宾州也好 在摇摆州 其实这次我特别一直在跟踪 在摇摆州的这个状况 你看在内华达 在这个亚利桑那 都出现了一个现象 甚至那个内华达州的 他们那个当地的报纸啊 这个主编叫内华达独立报 他们那个报纸主编 他们用了一个海啸来形容 说这次简直叫做农村地区海啸 就是乡村地区的选民投票的这个热情程度 是前所未有的高 这些在我看的这些选票是被催出来的 他是催出来的新选民 就是上次或者甚至上两次 他们都没有出来投票的 这次他们全部都出来投票 而乡村地区大家都知道 一向都是属于就是川普的 他的这个优势地区 所以这样就出现一个叫此消彼长 城市地区的投票率在下降 而这个乡村地区的投票率在上升 而且包括这个黑人选民 就是最针对着就是哈里斯这边 民主党他过去是传统了 他们的优势地盘 他也在出现一个大幅度的下降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今天 宾州有可能会出人意料 现在之前的这个民调 一直说宾州这个非常接近非常接近 纽约有一个左派记者 他是一个纯反川普的人 他写报道从来不会替这个 就是写报道啊 不会替川普讲话 那么最近呢他写了一篇报道 他说呢他去了很多中西部州 西部州还有南部州 发现了很多这样的选民 支持川普的二人 包括很多不支持川普 现在都支持川普 为什么他们统一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呢经济 他们身边的物价飞涨 以前一磅汉堡呢 可能现在呢 就一磅汉堡的钱 现在涨了两倍 那有钱也明显明显去上涨 所以说呢这些人呢 他都非常关心自己身边的经济 所以说呢 这个左派记者就写了一个报道 他说呢 这些人呢支持川普 没有别的 就是因为经济 所以说他现在集体转向 很多人都在投川普 所以这个左派记者 他自己写出报道 讲出了这样的实情 以后选总统 就是民主党的初选 就决定总统是谁 这个现象呢 就是加州的情形 加州现在呢 议会里头是75%到80%是民主党人 但是他说 比加州还要糟糕 加州现在他们没有做得很过分 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还可以跑 他说我给你啊 我们就跑了 我们还有地方跑啊 如果说美国变成一党独大的话 我们没地方跑了 就全完了 所以他说这次 他说我跟大家说实话 只有这次选举 没有别的选举 川普赢不了 就没得别的选举了 就是这次选举的判断 这是这次选举的判断 是最后选举的判断